好,那么今天第一次讲一下罗盘 因为很多人讲,老师在下面留言 能不能现在外面罗盘那么多 什么三盐、三合、中合盘 就是怎么样一个罗盘拿到手上 看他准不准,就能不能用 今天我就讲这个 当然了,还是那句话 现在写罗盘的书很多 对吧,很多人罗盘也很大 四五十层我也有 但是要真正的懂杨公当年 他用的罗盘是哪几层 那么今天我就是教大家 怎么来检验一个罗盘 它准不准,就像我们的书表一样 它准不准 如果说你罗盘都不准 那你肯定不行啊 我进来去出差 特别是很多人的罗盘 那个罗盘都差几度,他还在用 那你这样是误人误己啊 那背因果的 好,来看罗盘 我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那个罗盘啊 那古人有一首诗 我就不讲了 那么通俗易懂 那么大家记住通俗易懂是怎么样 很简单 你把罗盘放在没有磁场的位置 就是没有手机这些啊 就是不能有磁场干楼 如果你有磁场干楼 它这个指南针就怎么样 就赚的就赚的很厉害了 那我手机 赚的很厉害 那么简单 怎么样看一个罗盘 当它是没有尺寸的时候 没有尺寸的时候 大家记住 我们看地盘 地盘 你做到紫三五项 就是零到一百八十度 里面三天星 这个天词 一定要锤子 就是一定要这种锤子 锤子下地 里面的指南针 和里面的线 和这件线 三线合一 那么这个罗盘 就准了 准的时候 第二步再看 这里 就是地盘里面 这里是不是零度 你看零度 这边就是一百八十度 因为半岩是一百八十度 那么左边 东边是九十度 这边两百七十度 那么这个罗盘 那么就准 那么有些时候 就罗盘准 但是它打在这个眼 就打在这个眼 它不准 那么你就重新打 所以记住 一定要锤子 就是这种 要这种锤子不能偏 如果说你一偏 那么你在旁边看 那就弯 知道吗 所以呢 这是零度 这边是一百八十度 这边是九十度 这边二十几 这是两百七十度 就是这里面的 三线合一 就很准 你不能说这种歪 大家你看 如果歪你罗盘再效 再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到零 零到一百八十度 零度到一百八十度 然后锤子 这种锤子不能偏的 锤子看下气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锤盘就准 有些是锤盘准 打也没有打准 就是完全是非常吻合 一度都不差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知道 这个天盘往左边偏了七点五度 大家看 地盘是指 是中间零到一百八十度 地盘 天盘就在这里指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指刚刚开始 一三十五度 这个指的就是在这根线 这里 这里到这里 天盘往左边 你看它是往左边 这边在地盘在中间 天盘 指刚开始 那么这个锤盘 当然这些东西 一般锤盘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就大家 这个是肯定 做锤盘的都没有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按照这个方法 你不管是哪个盘 它都有这几层 那么这个锤盘就准 如果锤盘都不准 你在帮别人分金立项的时候 对吧 你的攻击都不准 那你不害人了吗 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锤盘呢 基本上都同面的 它全是同板的 同的 现在锤盘都是同的 因为同的没有磁性 你比方说我用个手机 大家看到 你看我用一个手机 你看我一转 锤盘是不是 你看 这个手机的时长大不大 你看我一转 它也在转 所以 我们帮别人 办事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机 皮带都眼离它 这些金属的东西 好 那么 希望大家呢 这个视频 希望对 大家 有帮助 谢谢